根据本台记者吴卓明报道 四名来自旧金山东南社区的大学生将在四年内获得一万两千的奖学金 作为他们的大学教育费用 该奖学金是旧金山卖心学者奖计划的一部分 由旧金山公用事业委员会合作伙伴赞助 根据了解 该奖学金由旧金山教育基金会的卖心学者奖励计划管理 今年年度现场颁奖典礼被取消 通常用于该活动的资金被重新分配 以在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紧急情况时 向当前的卖心学者提供紧急补助